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贾,我又来了 现在是早五点半,咱们专检时间出发 因为去晚了呢,会堵路上 所以说呢,又是新的一天 咱们加油吧 好久没有看咱的菊花苗了,是吧?朋友们,瞅瞅 这菊花苗精神不 看看叶片长的,是不是 很棒的菊花苗 其实菊花苗已经可以了 但是咱们这儿呢,哪儿哪儿都是没时间 看市场市场没时间,基地基地没时间 所以说这菊花苗呢,暂时是 对吧,朋友们,分享不了 咱们再等等,再等等,赶快出发 早上起来还有点冷啊,朋友们 咱们已经到市场 然后这是我爸,他先来的 他的第一车,正在泄 这泄了半截了 瞅瞅这花,清晨的花也是额外的漂亮啊 这个是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 忘了,瞅瞅这脑子,品种多啊 新的一天又开始啊,咱们等待,不对 已经开张了啊,不等待客户 也整待客户啊,谢车,谢车 咱们到中午了啊,该吃饭了 其实已经一点半了啊 咱们今天太阳大啊 随便吃点,吃点凉皮得了 实在不知道吃什么 整天整天中午不知道吃什么 哎呀,伸个懒腰真舒服啊 嘿 瞅瞅咱们的凉瓶 哎,然后是不是 小小买了瓶大可乐 是不是膨胀了 饮料都喝上了 嘿 一瓶七块五 一颗花没了 哈哈 咱们的花 好消息啊,好消息 那个咱们那个五千颗 一米,一辆九米六的啊 它是顶车装 然后已经弹成了啊 已经弹成了 毕竟对吧,老主户嘛 没有弹不成这一说 嘿嘿 然后小蒋那个两千颗的单 也是弹成了啊 定金呢,已经OK 咱们今天啊,就开始装 已经联系好 小蒋已经联系好基地了 那边呢,正在对吧,备货 然后下午三四点钟 开始装车 基地那边又该忙 对吧 然后反正现在正在挑 上午的时候挑的是另一份啊 另一份 反正基地也忙 咱们这呢 小蒋这儿啊 市场算是轻松了 基地那些工人 尤其是昨天晚上啊 基地的工人累的呀 好家伙 对吧 不干了 是吧 不干了 咱们开玩笑啊 真的累啊 编盆 虽然说一盆 对吧 四斤三四斤 但是很沉 不是很多啊 很多 垫的时间长了 谁都受不了 然后看看这两个桶 对吧 突如其他的两个桶啊 这是咱们之前的客户 对不对 咱们的花 他们种到月儿之后 大批梁种 有几颗蔫了啊 所以说呢 他把这个 对吧 拎过来了 给咱们换了几颗啊 这个棒棒糖月结树啊 蔫的现象啊 百分之九十九 只有一种啊 就是他土坨散了 就是他种的时候 把那个土坨弄散了 他会很蔫很蔫 然后他再照顾不周的话 对吧 那个 很有可能就缓不上来啊 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当然 对吧 能换啊 能换毕竟对吧 人家要的多 而且 刚才让你出点问题 其实如果说不跟他话啊 他也没话说 因为咱们这个对吧 你看看 好好的是不是 好好的 拿到他手里 他蔫了 是吧 他这好说啊 这是事吗 这不是事啊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五十五分啊 然后咱们的摊呢 已经收拾完了 说说今天的战况 咱们的摊位从这儿啊 往里 这是两车祸啊 今天呢 也算是还行 还凑合 连续三天还算凑合的生意啊 看咱们这块收拾 收拾摔收 有这么大的地儿 明天是咱们三车祸啊 就可以到三车祸 明天 对吧 希望生意能再好一些 这是咱们的各种树类的 呃 月季啊 瞅瞅 咱们现在 对吧 坐着歇一会儿 然后小蒋呢 来根烟 然后待会儿咱们再走 呃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咱们这个 呃 五千颗 这个 以上的这个大订单 不是已经弹成了吗 而且是一车五千颗啊 呃 只不定要几车呢 呃 这个月季树啊 棒棒糖 哎 他乡中了 直接在基地 给咱们包园了啊 这个包园怎么说呢 他价格低啊 价格低 毕竟人家量大啊 呃 他说了 就是说你能卖的就卖啊 你高价拉到市场去卖 然后你那些卖剩下的 他直接拉走啊 全部拉走 你说这种大客户爽不爽快 嘿嘿 这个人是谁 可能一直关注小小的朋友 兴许也能猜到啊 这个就是咱们忽视的那个 嗯 大主户啊 大主户 呃 反正每年的用量都很大啊 像这样的大主户 一间有一个两个就不得了了啊 就每年就保守好几万科的啊 支出 哎 有这样的客户算是运气啊 运气 哎 又是一天结束 当然啊 只是一公分的啊 只是一公分的数人家包了 你像两公分三公分四公分的那些很贵啊 贵 他用不上 嗯 哎 朋友们知道现在地里都忙到什么地步了吗 一方面地里边要装车啊 那种大订单 另一方面咱们天天得往这装 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 就咱们的菊花小苗 还需要扦插啊 扦插菊花小苗很费时间的啊 也挺费人工的 然后就把掰岔子呀 然后你扦插呀 浇水呀等等啊 一套这个工序 咱们现在时间是真不够用 所以说你看今天中午的时候 老爸就对吧临时回去 因为今天呃 中午时候人相对来说就想了 然后让他提前回去就说 呃 回基地帮忙 然后赶快该弄能弄 的确啊 的确 太忙太忙 所以说呃 小蒋 这好些视频 好几个视频了 咱们朋友们的一些评论啊 小蒋 看到了啊 但是没有回复 因为这个对吧 不能说单回一个两个 要回都回 要不回都不回啊 一视同仁 嗯 的确没时间啊 所以说呢 朋友们见谅啊 见谅 然后对吧 嗯 还是那句话啊 咱们卖完这一两个月的月季 到最后的时候啊 小蒋 会给朋友们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福利啊 绝对会惊艳大家 到时候 对吧 一起期待啊 所以说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啊 持续的关注小蒋 持续的啊 看小蒋的每期视频 兴许哪个视频就突然间出现了 大大的福利 然后呢 也歇完了 咱们呢 今天到此结束 咱们赶快回家 还需要装车呢 嗯 虽然说现在对吧 晚上不往市场送过了 但是天天都在十一二点睡觉 十一二点睡觉 因为事多啊 各种 忙 嗯 咱们下个视频 拜拜